好了 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你们应该自学钢体的定轴转动 下堂课 就是下面我要讲的课 要做自学总结和做演示试验 另外预习讨论课2的题目 题目已经上完了 计算题预先用活跃值 简要地做一下 上课就交给老师 下面我们对钢体的定轴转动这一章 做一个自学总结 这个自学我在开学发的教学日历上 已经给大家了 我们觉得钢体的定轴转动这块 没有什么新的物理内容 完全是一种特殊的指点系的 一个动力学问题 钢体是这样的指点系 就是在运动的过程中 指点中任意两个指点之间的位置 相对位置不发生变化的指点系 钢性的指点系 它是一个特殊的指点系 原则上我们用指点系的动力学规律 就可以完全描述钢体的运动 什么运动我都能描述 为什么单列一章来讨论钢体的动力学问题呢 那就是由于这个特殊的指点系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方便 我们可以把指点系的动力学方程的某些量和某些关系 归结成更简洁的形式 更简洁的形式 举个例子 我们那个馒头是由这个淀粉的分子构成的 我们一般到时常说我要一个馒头 我们不这样说 我要一个由淀粉的质点构成的质点系 一般不这么说 因为馒头这个质点系 我特定了把它叫做馒头 我们也是这样 钢体它是特殊的质点系 所以我通过简单的数学推导 我用一些非常简洁的量和简洁的关系 来描述它的性质 它的本质就是质点系的动力学 所以我们自学没有任何物理内容 没有任何新的物理内容 另外钢体这一块有好多现象 可以用演示 比较明显的演示出来 所以我们用那些演示 刚才我没拿来 比如一会儿演示的话 请两个有力的同学帮我搬来 很重的东西 如果这堂演示不了的话 下堂我们再演示 好了 所以这堂课就是一种总结 希望大家也参与一些讨论 大概讲这么几个话题 一个是钢体定轴转动的定律 钢体有好多运动 钢体的一般运动可以分解成 钢体的质心的移动 以及整个钢体这个质点系 或者钢体绕着质心的转动 就分解成平动和绕着定点的转动 任何运动都可以描述了 钢体的任何运动都可以描述了 这个钢体的平动就不要描述了 因为它是质点的移动 已经讨讨过了 钢体定点转动比较复杂 我们只讨论一种特殊的转动 所谓的定轴转动 就它转轴固定在惯性系中 转轴的方向位置不变的转动 当然通过这个讨论 我们可以发现 钢体绕着过质心的轴的转动 也可以用定轴转动定理来描述 而不管质心是否做惯性运动 就是否有加速度 不过在运动过程中 你要保证通过质心这个轴 方向不能变 方向不能变 你不能这个方向变不行 所以从定轴转动 我们可以引述关于过质心轴的转动 第二讨论转动钢体的角度量守恒问题 这个角度量守恒 也是对固定转轴的角度量守恒 或者对过质心轴的角度量守恒 第三如何计算钢体转动的功恒能 以及功恒能的关系 最后我们得到钢体的机械能守恒定律 第四补充一段无滑动滚动 引入顺时转轴的概念 顺时转轴的概念 我们在上次讨论课的第几题 第五题也讨论过了 那个P点相对惯性性 它是不动的 过P点那个轴叫顺时转轴 我们要比较严格的给出顺时转轴的概念 顺时转轴 顺时转轴 它有加速度 那个P点有加速度 但这个加速度方向验着镜像 所以呢 关于这个验着镜像那个轴 关于这个 验着镜像这个加速度 关于过P点那个转轴的 力矩永远是零 所以关于顺时转轴的那个转动定理 跟定轴转的定理形式是一样的 最后介绍进动 先看钢体的顺时转轴转动定理 这是个钢体 这是定轴 这一轴 转动的角速度 这是在钢体中取的任意一个质源 ΔMi 这是与转轴的距离 垂直于转轴的距离 这样的平面 就是任意一个质源拿出来 随着钢体一转 形成的平面 叫转动平面 转轴催着于转动平面 为了讨论钢体的转动问题 你先要定义转轴的正方向 我们把正方向取这个方向 转轴的正方向和ΔMi 呈右手螺旋 这句话 有的同学觉得这样说不太严密 物理上可以讲 这是转动方向 这个时候就是转轴方向 在特定情况 我们可以这样说 这个比较明确 当然详细的时候 要引用插乘的概念等等 我们就这么定义 正轴的方向 转轴正方向 跟ΔMi 呈右手螺旋 大家要知道这个含义 好了 这个就是定轴转动定理 其中Lz代表这个钢体 关于这个转轴的角动量 在这个转轴上的投影 或者关于转轴的角动量 或者说呢 这个钢体关于O点的角动量 钢体这个G点C 关于点的角动量 这个角动量 在J轴上的投影 注意Lz有正负值分 Lz代表明 这个角动量的方向 沿着J轴 它怎么转呢 沿着J轴 是这么转 对不对 如果Lz是负值 代表反过来转 好了 DLz比DT代表 Lz的时间变化率 这个时间变化率 等于作用在钢体上的 核外力矩 在J轴上的投影 Mz也有个正反两个方向 可以取正号和负号 正号代表什么呢 这个力矩的方向 沿着J轴 它有使这个钢体 沿着J方向转动 或者沿着J方向 增加角速度的趋势 对不对 反过来 那Mz是负的 所以利用J公式的时候 你一定先取好J的正方向 然后给出Lz和Mz的正方向 它正的还是负的 可千万不要带错了 带错了 结果全错 本来是加速运动 你变成减速运动 好 进一步写 钢体关于定轴的 关于一个轴的转动 转动的角动量 可以写成 关于这个轴的 转动贯量 乘上角速度 由于转动贯量 是个几何性质 它只跟轴的位置有关 所以跟时间没有关系 所以这个微分 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转动贯量乘上DωmdT DωmdT就是角加速度 所以可以写成 关于J轴的力矩 等于关于J轴的转动贯量 乘上角加速度 这个就是定轴转动的一个规律 我们知道 一个置点系 关于定点的转动规律 是关于这个点的力矩 等于关于这个点的 关于这个点的角度量 关于时间的微商 我们把这个关于定点的 这个置点系的 关于O点的 这个置点系的角度量定理 投影到J轴上 就是这个方程 所以它没有任何物理的东西 它就是注入点系 关于定点的转动定理 关于某一个定轴的 一个投影形式 所以它没有任何新的物理 不过虽然这样的话 你看我们引入了一个 很重要的概念 一个物理量 叫转动关量 这个转动关量 属于整个这个钢体 对置点系来说 对这个置点系来说 如果这个置点系 这个置点之间的相对位置 随着时间在变化的话 那你忍入这个转动关量 应该是跟时间有关的 对不对 那你从这到这 就不能从这个微商中提出来 对不对 但对于钢体 由于它是特殊的置点系 所以转动关量 是跟时间没有关系的 只要你转轴定下来之后 这个转动关量 就是一个几何量 对吧 所以有这个规律 所以这个规律呢 前面这个规律 Mz等DLz比上DT 是任何置点系 任何置点系 关于J轴的规律都可以 这个置点系 可以不是钢体 可以是一团气体 可以随时行变的 但是从这到这就要求它是钢体了 对不对 接着从微商中提出来了 我说这个话大家清楚吧 所以从这到这 必须钢体才有这个性质 钢体验J轴的角度 可以显成这个样子 就是这个式 这个代表对J轴的转动关量 转动关量这么算 对于这个钢体由N个置点构成的 显成这个样子 如果连续体的话 显成积分的形式 注意这个R R代表这个垂直距离 这个大家都会做 你们数学上讲三重积分的时候 计算转动关量是一个很重要的立体 对吧 算过吧 你们讲过三重积分吧 二重积分 讲三重积分很重要的立体 算各种不同的钢体 相对不同轴的这个转动关量 这是重要的一个应用 你们到时候会做一个计算的 进动或者旋进呢 物理感觉上把它搞清楚 这个钢体这没有什么物理 计算起来比较简单 上次我们谈到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怎么来的呢 你们自学的时候都知道怎么来的 物理上它是怎么来的 自学没有 没有啊 谁自学了告诉我 谁自己看了一遍 怎么来的 这个公式怎么来的 这可不行啊 什么分量 使量在这种分量 使量在这种分量 什么使量 就是力聚合使用量 是哪个定理在Z轴上分量 是关于定点的 质点系的角度量定理 向过该点的固定转轴投影 得到的 对吧 我们这个钢体是个特定的质点系 我们知道一个质点系 对一个质点系来说 这是个质点系 这是质点系上的某一个定点 比如O 惯性系中某一个定点 关于O的例句 外例句 关于O的外例句 和关于O的这个质点系的 总的角度量 关于时间的微商 是这个关系 对吧 这是关于定点的 惯性系中定点的角度量的 质点系的角度量定理 MO是所有外例 关于这一点的例句 LO是所有质点 关于这一点的角度量实量的和 这个我们推导过 对吧 这个是怎么得到的 是由牛顿第二定律 两边分别做插成 做那个锯得到的 对吧 这个你相信它是对的 然后呢 我们过这一点 做个轴 做个轴 比如这个轴呢 叫Z轴 比如方向就是Z hat 那我把这个实量等式两边 都点乘上Z hat 这边点乘 这边一点乘呢 这个Z轴这个单位 实量跟实量没有关系 所以可以点乘在这 对吧 这样 这个就是 钢体绕固定轴的转动定理 Z就是MZ Z就是DLZ DT 这个我不是埋怨大家 我都说了是关于定点的 这点系叫 能量定理的投影得到 我们怎么来的 你们怎么不说话 是不是觉得太简单了 不屑于说 还是深沉 现在年轻人 容易玩深沉 讨论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 要集中精力 我们把它讨论清楚了 所以这个呢 我们以前得到了 只是做了一个投影 没有新的物理 但是它对于描述 钢体绕着一个定轴转动来说 这个定理呢 是非常准确的 对于绕定轴转动来说 是准确的 因为它是有准确的 关于定点的 关于定点的 角度量定理得到的 当然它只实用于固定 惯性系中的情况 因为你这个原来那个 定点 定点角度量定理 那个欧点 一定是惯性系中的固定点 如果欧点不是惯性系 怎么办 如果欧点不是惯性系 欧点有加速度 我非得要 以过欧点的一个轴 列出转动定理 当然这个轴 在运动过程中 轴的方向不变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怎么办 你要在 在这边 这个真实的 例句的基础上 再加上惯性例句 在这一轴的投影 对吧 是这样的 所以你光写这个式子 不写惯性例句 那只对于 惯性系中定点 定轴 情况 但一种特殊情况 如果你这个轴通过置心 就所谓通过置心 关于置心的转轴 并且呢 这个置心通过置心的转轴 在运动过程中 方向不变 方向总是平行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式子也成立 那这边的MZ呢 代表 关于过置心轴的 外力的例句 和例句 这边呢 是关于 过置心轴的 这个钢体的 总角动量 而不必写上 惯性例例句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 你在定点的角度量 定理中啊 如果这一点 是置心C的话 这一点置心C的话 这一点是置心C 那么关于C的 角度量定理 关于C点的 角度量定理 就是这个样子 关于C的 核外力句 等于D 关于C的 这个置心C的 总的角度量的时间 倒数 而不管置心C 是否做惯性运动 说这有没有加速度 无所谓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 如果它有加速度的时候 这边应该加上 惯性力 关于C的 力句对吧 但这个力句等于0 所以 由它 我可以投影 如果你这个轴 是过之心的轴的话 我把它投影之后 得到的结果 当然就和 这一点 是固定的 就固定转轴 情况是一样的 所以关于过之心轴 不管这个过之心 这个轴啊 或者这个之心 是否有 是否有加速度 只要在运动过程中 这个轴的方向不变的话 这个式子就成立 永远成立 你不要管 惯性力力句 因为它等于0 这为我们解决问题 带来很多方便 在有些情况下 我这个体系转动 没有固定转轴 比如这个问题 我这是一个钢体 这是一个钢体 它要转动 它要在这个 轨道上转动 它没有固定转轴 对吧 但是它有 过之心的轴 过之心轴呢 这个钢体绕着 过之心轴转 过之心那个轴呢 沿着这个大的圆弧 做平洞 对吧 一条线做平洞 这么两个运动合成的 那关于过之心的轴 我就可以列转动定力 所以在一般情况下 只要过之心轴 在运动过程中 平行不变 方向不变的话 我都可以 关于过之心轴 列出转动定力 而不管这个过之心的轴呢 是否有加速度 这是关于这个定理呢 我们简单讨论一下 它的来源 它实用固定转轴的情况 固定一关系转轴的情况 对于过之心的轴 定理的形式不变 关于外力对固定转轴 列矩的计算呢 我不想多说 这个中学大家都很清楚 最后不想多说了 请大家注意 外力对固定转轴力矩呢 你首先把那个列 向转动平面投影 然后在转动平面内 再对转轴做力矩 对吧 一般都这样做的 这你们都很熟悉 注意你算出力矩要大一领的话呢 代表这个力矩 验着Z轴方向正方向 否则验着转轴的反方向 说这话的前提 首先你得定义转轴的正反方向 处理转动问题上来 你就把转轴的正方向确定好 然后再弹M 再弹L 否则你无从弹起 计算转动观量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用转动定理 来求解钢体的定轴转动的时候 计算转动观量 是个很重要的事情 首先呢 转动观量有可加性 对同一个轴 几个钢体 如果第二个钢体 转动观量是接爱的话 那总的转动观量可以求和 一定注意对同一轴 对不同轴 转动观量不能相加 对不同的轴 两个转动观量相加 什么也不是 什么也不是 只有对同一个转轴 你才能谈转动观量相加 第二是平行轴定理 这是一个钢体 我如果知道了 过止心轴的转动观量是JC 扰过止心轴的转动观量是JC 那么与JC这个轴 平行的任何一个轴 假如这个距离为D 这个轴的 扰这个轴的转动观量J 可以由JC表示出来 就是JC 加上M D平方 M是钢体的质量 D是这个距离 这一定是平行的 一定是平行的 这叫平行轴定理 书上有证明 利用最新的性质 很容易就得到 这些证明你们都要仔细地去研究 第三是所谓的垂直轴定理 对薄的平行板的钢体 这是很薄的一个平行板 平板 两面平行的一个板 平行板叫平板 非常薄的一个平板钢体 如果你知道了 这个板绕 X轴的转动观量 也就是这个板 绕着X轴转的时候 那个转动观量 以及和X轴垂直的 Y轴的转动观量的话 那么 XYZ是垂直的三个轴 那么咬着J轴的转动观量 就是 咬X轴的 加上咬Y轴的求和 这很容易看出来 对不对 转动观量的计算 就是做积分 比如我选个质源 是ΔMI 它关于X轴的 转动观量是什么东西呢 是 这一点 距离X轴的 垂直的距离 平方 乘这个质量做积分 对不对 Y轴也是这样 那关于Z轴呢 是这一点的 这个质源的质量 乘上YR垂直 就这个 这个线段 长度的平方 然后做积分 那你按照三角定理 这一段等于 这一段平方 加这一段平方 这一段平方 等于这两段平方的和 对吧 所以有这个定理 那大家说 为什么要叫薄板呢 厚点不行吗 只要是平板 厚点不行吗 这么厚行不行 为什么要薄 是薄能取近视 厚就近视不了 对不对 怎么取近视 谁说说 可以讨论 可以讨论 你拿个书本 对 那个图也很好 物理就是实验的科学 拿个书本就比呀 哪个周 短短关来 哪个周 你比一比 薄的为什么好 厚的就不行了 越薄这个定理呢 越准确 厚就不好说了 为什么这样啊 你如果厚的话 大家想一下 我这个板很厚对不对 关于这一轴的转动观 很容易定义对吧 但是关于X和Y轴的 你怎么定义啊 我这轴怎么画 比如这板这么厚对不对 我这个X轴啊 放在这儿好 还是这儿好 还是这儿好 不容易定义 对不对 所以厚了之后呢 这个定理呢 就不是太好说了 就你这个JX和JY 是关于哪个轴的 厚度一大之后啊 它在哪个轴 我不知道对不对 薄就没问题了 我在很薄 非常薄 在这个 这个截面上XYZ啊 X和Y轴啊 的位置啊 基本大概 就在很薄的这个面上 这个截面上 终点附近对吧 厚了就不好定义了 清楚我说的意思吗 J轴没问题 J轴就是垂直的 不管你薄厚 垂直轴永远是一个 但是对于 比较厚的钢铁来说 X轴和Y轴就不是一个 不仅仅是一个 所以我们要求呢 比较薄 可以了 这个定理挺有用的 你比如说 我有一个薄的一个平板钢铁 这个 扰着中心的这个 过之心的这个对称轴 很容易算 它的转转观量 二分之一 M二方 对不对 二分之一 来源于什么 来源于积分 对不对 你可以想象 扰着这个轴 我可以把这个板 切成好多的面包圈 对不对 同型的面包圈 那个面包圈 关于这个轴的 转转观量 很容易算 就是半径平方 乘这个圈的质量 对不对 然后你积分 就得到结果 把它分成好多环 我知道这个之后呢 那我立刻可以算出来 关于X轴和Y轴的转转观量呢 就是四分之一 M二方 如果是对称情况 等等 还有些用途 关于这个 转转观量的计算呢 大概我们用这几个定理呢 就可以了 常用的转转观量呢 我就不说了 这个大家都清楚 我就不说了 常用的转转观量 杆的 这个圆柱体啊 薄球壳和球体等等 这应该记住了 我们举个立体 举立体的目的 不是这个立体本身 我们要看一下 怎么用这个转动定理 并且呢 这是有固定轴的转动 在有些情况下呢 我们要用 过之心轴的转动定理 看看为了什么 把这个物理搞清楚 我上次跟大家说过 大家不要太拘腻 这个体简单还是复杂 我们把它当作一个载体 当作一个演示的一个载体 要注意 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要讨论一下 我们学的一个基本道理 如何应用 这是一个转轴光滑 出态静止的一个稿 从下摆到赛特角时候的 角加速度 角速度和转轴受的力 转轴受的力 这是日心 这是它的 受的重力等等 对于不太大的钢体 对于不太大的钢体 受的重力 我们就可以认为是 作用在知心上 集中了钢体质量的那个力 钢体太大就不行了 因为各个地方的 重力加速度不一样 这时候很难写成这个样子 我们讨论都是 不太大的钢体 好了 我们先 做受力分析 受力分析最新力 就是重力不管了 这个转轴受的力 一般情况是这个方向 随便一个方向 它可能有两个分离 这是验着N方向 法向分离 这是切向分离 那个切向分离 你为什么不画上这个方向 为什么不画上向下的方向 那靠你的物理感觉 对不对 轴对着杆的力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能挺住吗 这个就要靠感觉 虽然是任意的 你画的时候要注意你的感觉 好了 我们先求转到这个角度的时候 这个钢体的脚加速度和脚速度 我先求脚加速度 这个时候 我怎么列这个转动方程 有两个轴 一个是执行轴 一个是固定轴 这两个轴都可以列 对不对 但我更喜欢用固定轴来列 因为用固定轴列和用过执行轴列 有什么区别 大声说 固定轴受力比较复杂 可能会减少一些 如果用自心的话 就会比较算力 固定轴 对 对 还有什么区别 这是一个区别 例句 可能有的简单有的复杂 还有一个区别 你如果用过执行轴列转动方程的话 为了完备描述这个体系 你还要列执行轴的运动定理 对吧 因为你按执行轴列的话 就等于把这个钢体的转动 这个运动 把它写成绕执行的转动和执行的移动 对吧 你还得有一个执行移动的方程 这是不一样的 对吧 而且你求的呢 不求这个力 只是求转动的这些脚量 那我就按转动 按固定轴列就可以了 好 我们按固定轴列 转动定理 欧代表过欧点的固定轴 这是钢体受到的核外离矩 关于过欧的轴 有时候我们就说欧轴 或者关于欧 大家都知道这个意思就可以了 接欧代表呢 关于扰欧轴的转动观点 阿尔法脚加速度 这个呢是力矩 那就好算 我就不说了 然后呢 这个关于一个杆 端点的轴的转动观点是这个式的 我也不写了 我也不说 L代表长度 例如周一求解 把阿尔法就求出来了 是这个东西 阿尔法跟色体有关 由阿尔法求 欧美格怎么求啊 应该是积分对不对 因为阿尔法是 第欧美格第t 所以呢积分 我们做积分 首先这是阿尔法的定义 阿尔法呢 就是跟欧美格有这个关系 我把它呈过来 这个怎么积啊 遇到这种情况 你要分离变量对吧 你这边写成关于一个量的积分 这边是另一个积分 当然你这么积分呢 也不是做不出来 但是相当烦 所以我们的分离变量 想办法这样做 我两边同时承认个欧美格 当然这个式子成立了 对不对 这边欧美格第欧美格 这边阿尔法欧美格第t 阿尔法乘欧美格 欧美格乘第t 就是第set 你阿尔法跟set的关系 我知道了 一积分就出来 这边二分之一 欧美格方 对不对 就出来了 积分 积分的时候呢 大家注意积分区域 积分线 当角度为零的时候 钢体静置 欧美格是零 当转到set的时候 恰好你要求的那个欧美格 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的欧美格 应该写一撇 习惯上我就不写了 大家都谅解 没必要写 结果就出来了 结果呢 是算出来了 较速度就这个 求完了 第二我们求转轴 受的力 这个时候 你再按着转轴 固定转轴 列转轴方程 你这力能不能算出来 算不出来 因为这个力的力矩等于零 不出现你的方程里面 对不对 所以没有办法 我们就按着过知心轴 列转轴方程 同时把知心的运动定力也写上 就可以了 好了 我们先求 法向力 法向力呢 那我就写知心运动方程就行了 验着法向方向 就这个方向 列一个方程 减去 重力在这个方向投影 当然是负等 等于 杆的质量乘上 质心 验着这个方向的 这个方向 验着法向的 验着指向欧点的 那个加速度 AN 可以了 这个AN 我能算出来 圆周运动 这个大家都清楚 结果把N N写出来了 这个方向的力算出来 然后再求T方向 T方向 关于转轴来说 是引起转动的 对吧 因为它的力矩不等于零 NN呢 关于转轴的力矩是零 关于过直线轴的力矩是零 所以关于直线轴 列转动定理的时候 就概括了NN NT的作用 对吧 概括了NT的作用 好了 那 这是我们的转动定理 关于过直线轴轴转动定理 MC就是NT 乘成RMJL 所以这里面的α 刚才你的α是关于固定轴的α 较加速度对不对 现在写成关于过直线轴的了 那MC是关于过直线轴的力矩 这么算 NT乘二分之L GSC呢 是关于过直线轴的那个转动惯量 是十二分之一 ML方 那α应该是 关于过直线轴的那个转动的加速度 对不对 但你现在为什么就写成α呢 也就是说你承认 过直线轴那个α 等于过固定转轴的α 就等于α 这件事情为什么 也就是说一个钢体 我不管你绕哪个轴转 它的脚加速度和脚速度都应该一样 脚速度和脚加速度与转轴无关 为什么 对 它说的是对的 因为呢 不管是ω还是α 它这个角量 比如ω 它是单位时间转过的角度 这个角度跟转轴的位置没有关系 只要这些转轴平行就行 对不对 让我画一下 就假如这个钢体啊 这是那个钢体 这是一个转轴 这是另一个转轴 这是转轴一 这是转轴 2 好了 我要讨论这个钢体的转动啊 我在钢体上呢 我先引一个坐标 比如这是x 这个坐标 钢体上随便引于一条直线 这条直线呢 关于x的夹角在变化 比如这是t时刻的 这个是呢 t加Δt时刻的 那这个角度是Δθ Δθ 比Δθ就是ω 对不对 然后再维持上 就是α 对不对 这个Δt 电视间转过的角度 跟转轴位置没有关系 它是角度对吧 所以呢 角量Δ和α 与转轴的位置没有关系 只要这个转轴是平行就可以了 我们刚才知道 这个O轴和C轴是平行的 对吧 所以关于O 关于C α和Δ都是一样的 无所谓 清楚了吗 以后这儿呢 随便 用那两个轴就可以 只要在转动的过程中啊 这两个轴的平行就可以 好了 我通过它就把 t方向 切线方向 这个转轴对钢体的作用力算出来 我们就问题求解完了 我想总结一句 就是 一个钢体 转动问题的时候 无外乎呢 目前有两种 列转动方程的办法 一种是关于固定转轴的 列转动方程 另一种是关于过直行轴的 列转动方程 注意 这两种情况下 关于转轴的力矩是不一样的 一般来说 关于过固定轴的力矩比较简单 因为直行轴 因为过这个转轴 对钢体的作用力呢 关于这个轴 这固定转轴力矩一般是零 那过直行轴呢 可能例句呢 比较麻烦 第二呢 过直行轴转动 列出之后 你不要忘记 关于直行的运动定列 得列出来 因为你光讨论 绕直行的转动 不能完备地描述 这个体系运动 体系还要有 跟着直行轴一块动 一块平移那种运动 对吧 你要列出直行轴 或者置点的平移的 那个运动方程 这样呢 就会把问题解出来 下面我们想补充一种 特殊的转 转动 叫滚动 一个具有轴对称的 比如一个球 一个柱 绕着它的对称轴的转动 如果 这个转动和地面 和接触面的那个接触点 顺时静止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关于这个顺时转轴 来列这个转动方程 那个呢会使问题更简化 所以大概就有这么三个轴 一个是固定转轴 没有固定转轴的情况呢 我们可以用通过过直心轴 过直心轴来列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顺时转轴 顺时转轴 下面我们要讲 就是在有固定转轴的情况下 有时候呢 你也要列呢 关于过直心轴的转动定力 目的是求这个转轴 对钢铁的作用力 就像我刚才那个例子一样 这又是个例子 一个长为L 质量为M的均匀细杆 水平放直 静止不动 受垂直一向上的 冲力F作用 冲量为FΔT 达T很短 冲力的作用点 距离棒的直心L 直心L的面 这个棒的长度是大写的L 这个打击点和直心的距离 是小写的L 求冲力作用后 棒的运动状态 其实就是上次 我们做这个演示实验 就是这个演示实验 这就是长得为大L的杆 这杆 不过不是均匀的 不是均匀的 这个是呢 打击那个 那个力F打击 如果打击在直心上 小写L等于0 不打在直心上 那小写L不等于0 大家物理上感觉一下 如果我这个 打击力作用的作用点 距离这个直心有段距离 比L的话 这个杆应该怎么运动 如果在L等于0 正好打在直心上 就是平动对不对 就是平动上抛对不对 如果有一点距离呢 直心做上抛 绕着直心做云角速度的转动 应该是这样 我们现在算一下 然后再看这个实验 这个怎么算呢 走吧你们 这个怎么算呢 我想求这个问题 应该怎么算 大家想一想 你刚才这个分析是十分重要的 这个求解一个问题 先猜一猜大概有什么形象 它大概的运动形态是什么样 然后呢 你用数学表达式把它描述出来 用你已知的规律把它描述出来就可以了 最后我们快点说 大概这么运动 我刚才说了 直心呢 做上抛 然后呢绕着直心做转动 我们先讨论直心的运动 这是直心运动方程 F代表冲击力 MT代表重力 DT代表作用时间 MVC0代表 作用那个 在代代T时间间隔以后 那个 直心的速度 原来直心是静止的 对不对 这道方程就是 什么定理啊 动量定理 对吧 是动量定理 是直心的一个质点的动量定理 样的垂直方向动量定理 这个代表冲量 粒子冲量 这个是呢 这个质点的动量的增量 原来动量是0 VC0呢是打击完之后 是直心 上抛的那个初始速度 好了 直心运动就知道了 这个直心上抛的初始速度 就算了 DT代表作用时间 这个F代表 平均那个冲力 所以直心以VC0的初速 做上抛运动 这个没问题 再看上抛过程中 棒的转动 绕过直心轴转 这个 这个直心的往上跑的时候呢 由于你开始 对它有个力矩的冲量 对不对 有个冲量矩作用 所以呢 这个棒啊 它的角动量啊 就发生变化 原来角动量是0 后来那角动量有个值 那角动量增加那个量 就是在DT时间间隔内 这个打击力 对它产生的力矩的冲量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所以它就转起来 这个我列出来呢 是转动定理 关于过直心轴的转动定理 力矩 这是力矩 关于过直心轴的力矩 等于 关于过直心轴的转动光量 乘上角加速度 那我可以写成这个样子吧 OmΔ角速度 大家注意 DOmDT 我近视的可以写成ΔΩΔT 那个ΔT很短很短的 本来这是 这是这个 瞬时的角速度的时间变化率 对吧 但我既然ΔT很短 我就近视的用平均的 在ΔT这个时间间隔内 平均的角速度变化率 也代表就可以了 对吧 因为我并不知道呢 F这个力啊 随着时间变化的细节 我都不知道 我就告诉你一个充力 这种时间是ΔT ΔT的时间很短 所以我做这么近视 其实呢ΔΔΔ ΔΔΔ是Δ-0对不对 ΔΔ代表呢 转起来之后 初始那个角速度 对吧 我就写成这个样子 бер钓 ∂永每个也算出来了 就这个东西 《L》代表磅的长度 代表质量 重用力 重用时间 《L》代表这个力d 乘了12 12由a7造成的 有关于过执心轴转动观量造成 我就算出来 所以在上抛的过程中 棒以横定角速度 Omeg绕过执心轴转动 而执心做上抛运动 这个我们做过这个实验 再看一下吧 我们先看 打击力只做在执心上 只做在执心上 这个时候不应该转动 确实没转动 这个力小一点 如果有利弊的话 这个作用有利 关于执心轴有利弊的话 是什么样子呢 应该是 它是应该这样 这个执心往上抛 然后这个转转 元素转动 力不够大 还没等转一圈就掉下来了 上抛抛得太低了 这个结果还是对的 你们信吗 如果这个得的力充分小的话 这个结果是对的 就打击的非常脆 打得非常脆 这个时候是对的 如果这个力作用的时间比较长的话 这个结果是错的 至少是不太精确 好了 我们下面想比较详细地讲一下 转动钢体的脚动量守恒 如果这个钢体绕定轴转动的话 如果关于这个定轴核外力气为零的话 这个钢体的脚动量是守恒的 这个大家都有印象 对吧 比如这个滑冰运动员 比如滑冰运动员 钻起来 之后呢 突然一收手 越来越快 原因是什么 我们可以假定 那个冰啊 对这个运动员来说 绕它的对称轴 那个力矩是零 对不对 因为那个冰刀啊 和那个结权的地方很滑 开始这样的话 它给出时角动量 对吧 比如是 给一个出时 比如是L0 然后呢 这个脚动量守恒啊 然后呢 它一收手 变成另一个钢体了 这个钢体的 转动关量要小 对不对 转动关量成了脚 脚速度应该等于脚动量 应该等于脚动量 所以这个脚速度很大 对吧 就这个道理 开始给定出时脚动量 它怎么给的 它用这个 给一个力矩 对不对 否则它动不起来 对不对 它得那么设法 给一个出时离聚 大概是这个意思的 现在有个问题 首先它不是钢体 对吧 胳膊可以动 它不是钢体 我刚才讲了 这是一个钢体 后来这是钢体 就相当于是动画 你看 钢体一 钢体二 钢体三 钢体四 钢体五 我只讨论这个末态 钢体一二三四的过程 中间过程不是钢体 因为形变 在这个过程中 体系的动能改不改变 为什么会改变 消耗什么 也就是说 在这个情况下 肌肉之间 包括骨骼之间的作用 是内力 内力力矩 核是零 总核是零 内力力矩 水量核是零 但内力做不做工 内力 一般情况是做工的 对吧 你不可能保证 这两块肌肉 位移 恰好成了内力的核 等于零 这很难设计的 对不对 内力做工之后 虽然角动量守恒 但是它的动量 它的动能是变化的 显然变化 对吧 因为它出汗了 对吧 做动作要出汗 你想象 它收手的时候 要用力的 因为这个手啊 这个手 比如说手 这时候我两个手 是两个压力 它有一个离心力作用 攥起来之后 我必须把它拉回来才行 对不对 运动员要使力 把它拉回来 用力拉回来 所以这个能量还是增加 由于内力做工产生的 但角动量不变 内力的核力距等于零 就是这个道理 这是 我们在讨论几个钢体 绕同一定轴转动的情况 几个钢体绕 做这个试验吗 如果我现在有几个钢体 比如我现在有两个钢体 一个钢体是我 一个钢体是车轮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绕同一个轴转 开始的时候呢 我和车轮呢 转动关于这个对称轴的 角度量是零 这是个转盘 我跟车车轮啊 车轮和我啊 以及这个转盘 这个开始角度量是零 然后我通过内力 通过内力的力矩 是吧 我转它 转它的我就应该怎么转啊 摩擦力矩太大 这个 来个身体比较 转动关来比较小的同学 你来吧 好不好 我这个看来 这个还是有摩擦力矩的 你戴上手套 你戴上手套 这一只手 举起来举起来 别着急啊 别摔了 正好过你的垂直轴 这个对称轴 对 不要紧 你等会儿我给你扶着 它现在是没有角度量 角度量是零啊 转 注意头 注意头 好 你看效果比我好多了是吧 再转一下 再转一下 哎 没事 没事 再向着大家 你注意别打了你脑袋 稍稍 好 有效果是不是 比我强多了 一方面它可能它体重比较小 另一方面它比我年轻 年轻人总是容易成功的 好 我感谢这位同学 注意啊 我们一定是同一轴啊 你不要转 你这个就没意思了 我这是另一个轴我在这转 这个东西什么 什么也不是对不对 同一轴才有这个 我还是不转 同一轴还是这个问题 所以一定是同一个轴 几个钢体 所谓的串联钢体 这个串联跟那个电路不一样 同一个轴 几个钢体 构成的组合 如果核外力气等0的话 那这个组合 这个钢体组的总的角度量 守好 这个意思 不同轴的情况没有意思 这个也是刚才那个花瓶运动员那个动作 这个谁愿来做 只要你血压不高就行 哪位同学 我们欢迎女同学来坐一下好吗 女同学 来一位女同学 敢不敢 不敢 来男同学来吧 来一位男同学 来来来来 刚关三八妇女节 戴手套 不着急 这个注意点 你往后靠一下 别甩着去 这个和华瓶运动员那个道理是一样的 你展开双臂 我给你个初始角度量 然后你收臂 注意往后仰 别甩着 收臂 再伸开 再收 再收 内力做工 但是内力的力矩 再伸开 我再 快点行不行 没问题吗 收 可以 可以 再收 你感觉到内力做工了吗 感觉到 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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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 内力矩 对体系的角度量 变化没有贡献 好 由于摩擦力矩 它会慢起来 如果没有摩擦力矩呢 它永远这样下去 哈哈哈哈 好 我们给点掌声 晕吧 是不想晕 慢点慢点 慢点慢点 是挺晕的 这两个我们都做过了 我们想 关于过指心轴的 我们也讨论过了 你可以不考虑惯性力矩 所以如果对过指心轴的 核外力气为零的话 那么对该轴的钢体的角度上守航 无论指心轴是否有关系 再看个录像 我比较重要的 现在我们看上去 重新测试 现在是方面的 更多蓮说 然后我们要先讨论 我们要先讨论 这就是 为什么 真的 它呢 我像 我的 我像 我像 这就是关于过执心轴的 过执心角度上手横 它展示自己的身体的时候呢 关于过执心轴的转动观量就大了 对不对 然后呢 速度最小就落水了 猫从高处跳下来就是这个样子 咱们有一个讨论题 你们看到了吧 一个猫 它不管开始以什么动作 什么形象 什么知识跳下来 之后落地总能四个角 朝地对吧 它就是 它跳起来之后啊 关于过执心轴啊 角度上手横的对吧 它通过它身体 四个爪和尾巴的动作 在角度上手横的前提下 就能翻过来 你们看看那个照片 那是个照片 然后你分一下呢 这个猫是怎么动作的 你体会一下猫这个动作 我还要向大家呢介绍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仪器 叫陀螺仪 这是个陀螺仪 中间这个陀螺很重的一个轮 然后呢 绕着过对称轴呢 可以高速旋转 边上是一些架 叫长平架 各种角度 这个长平架都可以动 就是说这个陀螺啊 它的轴可以在360度内自由转动 叫长平架 它可以自由转动 360度可以转动 叫长平架 如果这个支点没有摩擦力的话 这个陀螺是自由的 在空间360度的取向应该是自由的 我现在让陀螺呢 高速旋转起来 你就会发现啊 这个陀螺轴的指向基本不变 那 我们看一下 我先把陀螺加速 加速了 陀螺的轴的指向是这个方向啊 我不管我的架怎么变 方向不变吧 变没变 方向不变 陀螺轴的指向不变 向上 基本向上 看到吗 我不管外边那个架怎么变 也就是说这种高速旋转陀螺 它有定向的作用 方向不变 如果我是一艘船的话 我是个飞机的话 不管我怎么飞 这个轴的指向是不变的 对不对 以它作为参考方向 我就定向了 比如我是一个导弹 我是个导弹的话 我在运行过程中啊 比如这个指向就打在一个方向 我不管哪个方向 我都得像 通过自动控制呢 我都验着预先的指向往那跑 对不对 或者它提供了一个参考系 这就是陀螺的定向作用 你现在 我不敢用 一提回提回 是不是有这个作用 别掉了 你拿着 手不就碰它 方向是不变的 对吧 走 这个陀螺转轴的方向是不变的 假如你拿一个陀螺 让它转动起来 大家注意 如果现在速度已经低了 如果我拿一个陀螺 我让它 按这个方向转 大家注意啊 我如果拿个陀螺 这么转的话 我要一拐弯的时候 这个陀螺还往那边跑 对不对 我要一拐弯的时候 比如我用的旅行带 放一个陀螺 高速旋转 转轴的方向是这个方向 跟我运行方向一样 走走路 我要转弯了 这个陀螺还往前跑 对不对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 你在船上 在船上好多高速旋转的 齿轮啊 或者飞轮等等 那相当于一个大陀螺 对吧 这个船要一拐弯 那个旋转陀螺的轴 仍然保持原来的指向 就给你转弯的方向 有一个力矩作用 对吧 它不往那边走 不屈服你船的拐弯的方向 所以有可能呢 把那个轴啊 扭断 所以船舶设计 一定要考虑这一点 你那个轴承啊 轴瓦一定有 强度非常大 能够把这个陀螺 定向的这个作物 把它扭过来才行 否则船是拐过来 非洲人都跑那边去 有这么一个道理 有一本外文书上 出了一道题 可能卡斯比亚 也考这个题 说一个master 一个工人师傅 拿一个兜子里面 放一个高速旋转陀螺 然后呢 他一拐弯的时候 发现一个兜子 这个袋子 back就往前跑 问什么原因 当然这是用的解释 陀螺是用的解释 别的呢 里面常个人 也不能起作 好像陀螺这个解释 比较恰当 有这样的问题 好了 我们休息一会儿吧 就能起作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打赏